Go Japan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潘兆聪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post 帮个美魔click个腸先看 很多人喜欢听鬼故 希望听听鬼故里面 突然间给自己一些心寒的感觉 有时心寒这种感觉 不一定听鬼故 有时跟神的接触 或者那件事的巧合性 突然间令你冷震打打 这件事我记得 大约一年多之前 我去日本旅游 因为当地有一个香港的朋友 她在日本工作 而她本身是一个很高灵体质的女孩 她可以与灵体沟通 甚至与神明沟通 那次我真的觉得她很厉害 为何呢 因为我们去了一个庙 这个庙在浅草址附近 那里有很多手水卖 大家也会知道 原来那里有一间很大的庙 其中一个神明是地藏王 她说原来一直 都经常跟地藏有沟通和聊天 我认为半信半疑 那次我带了我一个香港 和我同行的女性朋友一起去 其实她说你们可以问她 看看地藏王会否给你什么资料 我便知道我的女性朋友 其实当时想问一些转工的问题 她说你帮我问一下我的工作是怎样 谁知道当她看着神 好像有交流沟通的时间 她接着收到第一句信息 跟我这个女性朋友说 她告诉你你的脚还有事 叫你不要以为没事 你快点去看医生 接着我不知发生什么事 我见到我的朋友 就开始面有蓝色 因为原来我香港这个女性朋友 她的脚真的有一些旧 还一直都不好 但她没有什么去看医生 但自己做一些运动 希望去改善这件事 是好了 真的好了 但她竟然地藏 第一句跟她说 不要以为自己的脚没有事 你还有事 接着她就真的害怕 因为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我作为她朋友这么多年 她没有很清晰地说过这件事 但透过一个这样的人 和神告诉她的说话 她真的 我怕我见鬼这件事 因为没有人知道 说到这件事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到这个庙 有机会和神明沟通的话 其实可能会给你一些 很重要的信息 怎么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